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双方同时付出的 最重要的是某一方单方面的付出 往往不能带来回报 在情感知识上 通常会有恩将仇报 不失好人心的事件发生 男人遇到了温柔知性的女人 同时也要提防她们是否表里如一 很多感情不能重来 很多机会不能拥有 有时候一个转身就是永别 并不是所有感情的中章 都是双方走向幸福婚姻礼堂的大结局 一旦男人被骗了 迎接她的就是人才两空 如此对于男人来说 那到底该怎么做 才能分辨出这个女人到底是不是爱你呢 其实在和你亲热时 如果女人有这三个特殊的需求 那她多半不老实 一 强迫对方尊重自己的隐私 体谅自己的所作所为 恋人之间需要的就是双方的信任 但很多时候 一些误会就是由不信任所引起的 而不老实的女人 就会利用这些信任 非常可怜地跟男方肯求道 希望对方能尊重自己的隐私 信任自己 如果她说这种话时 再带一点的哭腔 那效果是最好的 所以 她们往往会编出各种各样的理由 阻止对方来查岗 比如说 我不希望我们中间没有信任 我太讨厌这种人了 表面上说信任你 其实暗地里在查你的资料 这让我很没有安全感 所以我们要互相信任好不好 一旦女人说出这种话 那就要小心了 对方有可能并不是真正喜欢你 一般来说 不老实的女人通常会以工作为借口 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如果她和别人优惠 那她也会找理由对你说 公司安排我加班等等 假如你工作一直很忙 并且总是有加班又出差 那么你就要小心了 她很有可能就是跟别的异性出去鬼混 做了不为人知的事情 二 在某些重要的事实上 她三番五次找借口推辞 当你认为你们的关系已经发展得非常完美了 希望和她一起步入婚姻的殿堂 带她去见自己的家长的时候 她却三番五次的推托 那她一定是个渣女 只有真心相爱的人才会幻想和对方有未来 希望能够十里红装 三茶六里地迎娶对方 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这么觉得 因为他们对你并没有感情 他们只会觉得见家长是个麻烦 毕竟要是她每一条船上的男朋友都要求见家长 那她该怎么安排呢 在这一点上 甚至有时候我们不用从见家长的方面来考虑 只要仔细想一想 自己和她交往了这么长时间了 到底有没有见过和她玩得很好的异性呢 对他们而言 培养感情太过于麻烦 还要让自己的朋友配合演戏 这样才能够完全诶骗你 而他们的目的有可能只是图你的钱财 或者亲密时候的快感 三 暗示你要为他们的物质需求买单 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很多人会给对方送礼物 这一点是人的天性 也是情感骗子们喜欢算计的一方面 要求对方送礼物 这对这群人来说简直不要太简单了 因为只要两个人情够深 每天都想再过情人节 这句话对他们来说简直太熟悉了 有这种要求的女人往往外观都不错 而为了留住他们的人 单纯的男人经常会上当受骗 他们只要在朋友圈里发一个仅仅可见的奢侈品照片 然后配纹好好看的包包 或者好想要这只口红 男人们就会立刻买来送给他们 你不送也不是不行 等时间久了 你会发现他陪伴在你身边的频率越来越少 那是因为有别人实现他们的物质需求了 除了送礼物外 其实还包括出去约会 吃饭时的费用 他们往往会在服务员送账单的时候 在你面前开始补妆 这样会给男人一种 我是你的女人 你要对我负责的感觉 很多人会觉得 对方在自己面前已经像老夫老妻一般了 而你就会自然而然的付掉这笔账单 感情是不能强求的 就算你现在一时委屈求全 希望用金钱把对方留在你的身边 时间长了 该走的还是会走 爱着的人和身边睡着的人不是同一个 这是经常有的事 他会把爱他的话说给你听 当他走后 你又将爱他的话说给别人听 当你的人生中出现这种不老实的女人时 干脆利落地斩断你们之间的关系 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因为他们不会投入任何一份自己的感情 所以最后受伤的人还是自己 张晓贤说想要忘记一段感情 方法只有一个 时间和新欢 这种结果实在是令人感到讽刺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本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 麻烦您点点订阅吧 感谢您的观看